中国历史曾有1500年的空白期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拥有着5000年的文明 而没有历史文化断层的国家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 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 一直到元明清 关于华夏最早的记忆 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 这段时期夹杂着许多的神话故事 而这些故事的真假 也包含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随后就来到了夏朝 而夏朝是一个半信式时代 所谓的半信式时代 是指有部分的文字或出土文物 记载着当时社会情况的时代 而中国真正的信式时代 开始于商代 因为考古学家在殷虚当中 发现了大量的甲骨遗存 其中也记载了许多的 商代祭祀征伐的事件 这就说明中国历史在商代 才真正的进入到信式时代 现在大家公认的夏朝 是我国的第一个世袭剧朝代 其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007年 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 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叫启 也许大家对启不太熟悉 但是大家一定听说过 大雨聚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大雨的儿子就是启 最早华夏部落的首领姚 把王位传给了顺 顺把王位又传给了雨 姚顺雨之间是没有亲属关系的 所以他们的传位叫善让 这就是著名的姚顺雨善让 而到了大雨当首领的时候 他把统治的权利 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 这就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善让制度 让家族的力量开始壮大 从原来推行的公天下 转变为家天下 自此 中国后续几千年的皇位继承制度 彻底的改变为世袭制度 权利财富都由嫡长子所继承 而也正是从夏朝开始作为分水岭 中国逐步由神话故事过渡到了 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信史时代 根据史料的分析 从神话故事到夏朝之间 有着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空白期 这段空白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谁都不知道 而这段时期倒是流传了许多神话故事 比如花复竹日 京卫填海 吴刚伐树等等 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人人皆知的 但是用神话故事来填补历史空白 确实是有些牵强附会 其次是神话故事当中的人物 有些人物多次出现 却处在不同的年代 有些则连人物的身份都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除此之外 夏朝到商朝之间也有五百多年的空白期 这两段历史都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 虽然现在商周的文物出土了很多 但是还远远不能够填补空白历史的讯息 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是否存在 需要有文献资料 以及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 做双重证明 而且文献必须是当时 用本民族的文字书写记录而成的 而并不是口口相传 在1959年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 率队在玉西进行下须调查时 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目前河南掩饰二里头遗址 已经被确定为夏朝的都城遗址 虽然还没有发现文献资料 但是通过历史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和发现 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 夏朝曾经确确实实地存在过 而刚才我们所说的中国历史的空白期 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重大课题 也吸引了不少业余历史爱好者的目光 毕竟作为中国的历史 这部分不可或缺 其中的秘密还需要等待考古学家们的 探索和发现 古代人死之后 口中为什么要含着东西呢 在中国人们非常重视人死之后的事情 无论是有钱没钱 都想让逝者风风光光的厚葬 王公贵族死后甚至会拉人陪葬 古墓里出土的宝贝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有一种宝贝特别的特殊 这种宝贝是含在死人的嘴里的 其实人死之后嘴里含上东西 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丧葬习俗 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古人死之后 在口中含放物品称为口含 民间也俗称泛含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 口含的种类和形式 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在入殓时 一般要给死者口里含一种比较贵重的物品 家庭条件差一点的就含硬币来代替 就现在的发现 口含的意义一个是代表食物 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玉雕 秀珍牛羊狗猪等等 这意思就是 人马上就要启程远去了 不能让它空腹或者在路上饿着 第二种常见的口含 一般是玉蝉或者玉蝴蝶 这主要是取破土重生的意义 到了唐宋以后 口含的物品就复杂多了 有金 银 玉器 翡翠等等 而到了明清时期 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口含 比如云南地区出土的一种口含 是一个小翠瓶 有盖 被叫做魂平 希望能够保存死者的一口洋气的意思 在1928年及民国17年 孙殿英做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 他召集军队 挖开了青东陵中的几座大墓 其中就包括慈禧太后的墓 根据记载 孙殿英道德的宝物不计其数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 慈禧口中的一颗夜明珠 这颗夜明珠从中间可以分成两半 合拢的话会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 百步之内可照见人的头发 但如果分开的话 则透明无光 据说慈禧口中的夜明珠 是现在所有出土的口含当中 最名贵的一个 而要说到最富有深意的口含 要数下面的这两位了 一个是乾隆皇帝 乾隆是史上寿命最长 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 乾隆的口含是一只玉蝉 用料非常考究 雕刻非常精美 蝉是一种不完全变态类昆虫 经过一次蜕变才能够成熟 正是经过了蜕变时期 蝉才得到了升华 乾隆的口中含蝉的意思 就是希望乾隆能够化简成蝶 欲火重生 而我要说的另一种口含 和武则天有关系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女皇帝登基本来就不容易 况且他又是处在贞观之质时期 朝中的能人贤士数不胜数 如果他没有猛烈的手段 怎么能够压住一大帮高人呢 所以在武则天执政时期 他重用酷吏杀了不少人 被武则天杀掉的这些人 在他们下葬的时候 会在他们的口中塞一块木头 这其中的目的就是 为了防止这些人 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发出质疑的声音 来议论自己 所以他提前堵住了他们的嘴 用木头做口含 确实也是大有深意 而关于口含的由来 现在流行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法 那就是人死之后 皮肤会凹陷下去 让面部看起来格外可怕 为了让死者保持生前的样貌 所以人们才在其口中放上东西 这样呢 可以把脸部的肌肉给支撑起来 看起来也体面不少 其实不论是哪种说法 都是在表达对死者的一种 美好的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安然好走 争取的早日 投胎做人 陈世美真的是复兴汉吗 陈世美的形象最早出自明代的小说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在清代古典名著三峡武艺的叙书 叙七峡武艺中 陈世美的故事得以完善定版 并且影响了传统戏曲 秦相连也叫扎美案 陈世美在戏剧中是忘恩负义 抛弃弃子的反面人物 最后被包拯所斩 陈世美也成为了复兴人的代名词 在众多的剧本当中 陈世美一直是一个穷酸秀仔 和自己的媳妇一直也是生活美满 直到有一天 她上京赶考 高中状元 被皇帝的女儿看上了 从此 她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改头换面 成了黄金国戚 最后 她为了自己的前途 对老婆孩子下手 被包拯就地正法 那么故事中的陈世美 真实存在吗 她真的是一个渣男吗 其实考究历史 还真的发现 有一个叫陈世美的人 根据湖北历史人物词典中记载 陈世美是清代的官员 原名陈年古 君州人 出生于官宦之家 她在清朝初年游学北京 顺治八年 公元1651年中了晋士 一开始在河北某地任支县 后来因为得到了 康熙的赏识升到了贵州当官 而她的妻子其实叫秦新莲 也是君州人士 秦新莲是陈年古的第二任妻子 夫妻两个人相敬如宾 白头偕老 根本没有戏剧中所编写的那些情节 编戏的人为了掩人耳目 把秦新莲改成了秦香莲 把陈年古画名为陈世美 并把事件发生的时间 改为宋朝 由此也为铁面无似的包工 增加了一项 本来不属于她的政绩 而陈世美也没有传说中的那样 抛弃妻子 她和她的妻子特别恩爱 傅新汉这个骂名 则是被别人诬赖的 是被冤枉的 是因为别人羡慕嫉妒恨 而冤枉她的 据说陈世美在贵州当官的时候 同乡同学都来投靠她 想谋取一官半职 她多次的接待 还劝他们刻苦公图 以求仕途 但后来因为投奔她的人越来越多 难于应付 所以她就让管家一律谢绝 而她有一个老乡 叫做胡梦蝶 曾经和她一起进京赶考 但是最终没能高中 陈世美现在当官了 她去求陈世美 但是总是遭到管家的回绝 所以她就顿生报复之心 就创作了赛琵琶 这部经典的演出 之后一直到清朝的某一天 这部赛琵琶又被改编成了 现在才有的陈世美的故事 就这样 陈世美的渣男名头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也成为了人们心中 渣男复兴汉的经典例子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刚才我说的陈世美的原型 陈年古 她是清朝官员 这显然不是一开始 包公案当中所描写的人物 因为包公案的创作时间 是在明朝 怎么可能是以清朝人物 为原型的呢 很显然 包公案当中的人物陈世美 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清朝的陈颜古 而清代成书的 塞琵琶里面的陈世美 她的原型 才是陈颜古 这两个陈世美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就这么一个杜撰出来的人物 应是承受了千百年来 人们的谩骂之声 你说她冤不冤枉呢 从学习历史开始 我们就听说过很多 关于和世弼的故事 一个个传奇精彩的故事 让和世弼名声大噪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和世弼拥有了 至高无上的地位 神秘的和世弼最后又去了哪里呢 相传在春秋时期 楚国人汴河看见了一块石头 他认定这块石头里面 肯定有美誉 于是就将这块石头 献给了楚力王 可是楚力王认为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便以欺君之岁 把汴河的左脚砍掉了 后来楚武王继位 汴河又把这块石头 献给了楚武王 但是武王还是认为 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便命人把汴河的右脚又砍去了 很多年之后 汴河遇到了楚文王 才揭开了和世弼的神秘面纱 其实和世弼就在这个 看似普通的石头里面 楚文王获得了这块美玉 为了纪念汴河 于是就把这块美玉 命名为和世弼 后来楚文王又命人 把这块石头雕刻成了一个 中间有孔的圆环 在很多的电视剧中 比如说《寻秦记》和《芈月传》 都曾经出现过圆环造型的和世弼 而和世弼的第一次失踪之谜 是在昭阳的庆功宴上 公元前333年 楚国灭掉了越国 楚文王就把和世弼赏给了军功最大的昭阳将军 但是传奇的是 此时突然晴空霹雳 乌云翻滚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和世弼的时候 和世弼竟然不翼而飞 大家都认为可能是习上最贪财的张仪所为 张仪是当时有名的谋士 口舌功夫十分了得 但就是为人贪财 自然他就被第一个怀疑 但是大家在审问了张仪之后 并没有获得和世弼的下落 也是因为张仪和楚国结下了这个梁子 张仪后来才会投奔秦国 与秦王合力削弱楚国 和世弼的再次出现已经是数十年之后了 赵国的妙贤偶然间买到了一块玉 发现竟然是和世弼 他就交给了赵王 而这一消息被秦昭王听到了 秦昭王就许下了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世弼 当时秦国强而赵国弱 赵王心里很清楚 秦王答应的这十五座城池必然有诈 此时令相如临危受命 留下了完毕归赵的美名流传千古 再到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 和世弼就到了秦始皇嬴政的手中 他把和世弼制作成了传国玉玺 自此传国玉玺也象征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您登基做皇上手里没有传国玉玺 好像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此后由和世弼做出的这枚传国玉玺 一直在各皇帝手中流传 直到西汉末年王莽夺权 和世弼又演绎出了精彩的故事 因为王莽是夺权上位 所以汉孝元太后不肯将这传国玉玺给王莽 于是两人就发生了争执 结果在抢夺的过程当中 玉玺被摔碎了一脚 王莽就让人用金子补上了这个漏洞 这也是金香玉的由来 之后这传国玉玺 就在历朝历代的皇帝手中流传 直到传到了后唐最后一个皇帝 李从柯手中 因为即将生死国灭 而且腐背受敌 这位皇帝便在宫中放火 这枚玉玺连同不少的珍稀物件 都毁于一旦 后来到了宋朝 宋朝皇帝的手中也有玉玺 但此玉玺非比玉玺也 宋朝皇帝手中的玉玺 并不是和氏玉所打造的传国玉玺了 后面再有记载玉玺的 便是多尔滚在攻打查哈尔布时 夺取了玉玺 这枚玉玺在三百多年的 大清江山当中流传了下来 末代皇帝溥仪 在被冯玉祥撵走之后 盖着这枚玉玺 颠沛于维满洲国苏联之间 在回国之后上交给了国家 但是遗憾的是 经过专家的鉴定 这枚玉玺并不是和氏碧玉玺 而是当年昭君出赛时候的 一个陪嫁品而已 所以传奇的和氏碧玉玺 终究是消失在了茫茫的人海之中 如果现在这枚玉玺被找了出来 那真的可以称之为无价之宝了 所以各位听友 不妨回自己的老家翻一翻看一看 看看祖上面有没有给你留下来这枚 传国玉玺 如果这枚玉玺拿在你的手中 你立马就可以富可敌国了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这个传国玉玺 你是会拿去拍卖呢 还是会交给国家呢 中国古代九鼎之谜 我们先来看看这九鼎是怎么来的 现在大多数的专家认为 这九鼎来源于左传中的描述 说夏朝初期夏王起收集了奇珍异寿 又派人游历明山大川 然后再让工匠们仿制奇珍之物的形态 刻画在九个鼎之上 这样当人们看到了九鼎 就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鬼怪 用来避凶救急 有人说九鼎就是九个鼎的意思 一个鼎象征着一周 把九鼎集齐就是天下一统和王权集中的意思 但是众说纷纭 还有人猜想说 这九鼎呢其实只是一个鼎 它的名字叫做九周鼎 但是无论哪种说法 大家都承认九鼎确实存在过 鼎在古代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从一些成语当中我们就可见一般 比如一言九鼎 问鼎中原 三足鼎立 跋山菊鼎等等 可见这鼎在历史上的影响力 着实不小 据说在牧野之战之后 西周将九鼎转移到了浩京 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定鼎仪式 自此以后定鼎就表示国家政权的奠基 那么这么重要的鼎最后为什么消失了呢 有一种说法是 周朝后期非常的衰弱 入不覆出 为了充实国库 于是毁九鼎筑铜钱 但是对外声称这个鼎不知去向了 以免诸侯国新兵前来问鼎 其实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因为鼎作为一个器物 是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它承载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所以就算一个皇帝再昏庸 也不至于干出回鼎筑钱这样的事 而另一种说法是 秦朝在统一天下时 把鼎落在了似水之中 所以秦始皇后来南巡的时候 还派人在似水中去打捞 结果是无功而返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使这九鼎谜团更加扑朔迷离的是 不少后代的君王看中九鼎的象征 也多次地重铸九鼎 但是在历史上却毫无踪迹 比如在武则天时期 他属于政治与军事上的考量 也下令修筑了九鼎 用了大概三百三十吨的铜 由于体积过大 还只派十万进军 将其从玄武门拉到宫内 但是自此以后 历史对这九鼎的记载 几乎为零了 根据后人的推测 这九鼎应该是在安史之乱当中 被损毁了 还有一些也史记载说 这九鼎应该是在唐玄宗时期 被下令融化 作为国家物资以供储备 毁掉这九鼎 其实是去武则天化运动的结果 因为这样的东西 是为武则天建立的政权所服务的 指导精神是重舟一堂 而这在李唐复辟之后 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些代表李唐王朝不堪回首的往事证据 都被一一地毁掉了 无独有偶 在宋朝宋徽宗也赤巨资打造了九鼎 然而令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是 后来就发生了静康之痴 包括九鼎在内的一系列宝物 都被金国所掳走 所以不管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九鼎 到现在我们都不得一见 历史好像是选择性的遗忘了 其实这也正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真正的治国利器并非象征权力的物件本身 而是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稳定的民心 是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稳定的民心